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一个跑鞋的评测 那今天评测的两个鞋款是 Naker去年夏天推出的Pegasus Turbo 还有Naker最近刚刚推出的Pegasus Turbo Yakuza 不知道这个读音是不是对啊 刚刚录影片之前还在YouTube上学了一下 其实这两双鞋从中底还有外底来说 是完全一样的两双鞋 包括所用的科技这个Zoom X之上 还有这个React 那这些方面都是一样 那不一样的呢 就是鞋面的材质 还有鞋带 先来说一下就是普通的这个Pegasus 这个鞋面的材质 它这个鞋面其实是两层 当然不知道具体什么科技的这么一层 很薄的摸起来像塑料手感的这么一个 外面的一层 然后里边有一层就是摸起来手感很厚实 然后感觉很就是像棉一样的这么一层 这两层之间就有那个耐克的这个飞线 有两个非常重大的问题 首先就是这个鞋的透气性非常的差 去年我是备战芝加哥马拉松 还有纽约马拉松的时候 所以我的训练都在夏天 然后其中有很多的非常炎热的天气里边 我穿这双鞋进行跑步 然后包括就是还有比如说下雨 或者下完雨后地上有积水 或者就是下完雨后天气比较温热比较潮湿 然后那个时候穿这双鞋 你会发现所有的汗水也好雨水也好 它就是散不出去它都会闷在这个里边 导致呢每次训练完 然后这个鞋都会湿透了 而且一般的鞋可能放一天以后就干了 这个鞋可能要放再多放一天才能完全干掉 就会发现这个鞋如果跑了大概50mph 50英里往上感受到这个鞋的味道 我甚至包括就是你把这个鞋洗了之后 我洗鞋非常暴力 我就是直接带着鞋带扔到洗衣机里边去洗 洗完了以后仍然拿到它 你会闻到一股淡淡的脚臭 这是非常不好的 另外一点就是说很多的那个脏东西 有可能是泥或者有可能是什么土 它会积在这两层之间 然后你就算把它扔到洗衣机里边洗的话 你也没法把它洗干净 说完了普通款的PIGSUS 那我们来说一下新款的这个 YACUSO的这个PIGSUS 它的鞋面就完全就是一层薄薄的这种鞋面了 那现在是冬天 我穿着它在外面跑步的时候 我也可以感到这个就是凉风凉气 在轻浮我的脚 那另外一个它和普通款的PIGSUS的区别 就是这一套鞋带系统 这套鞋带系统的这个出发点 我觉得是很好的 首先这个鞋带系统可以就是 寄鞋带变得非常快 你把它穿到脚上以后 你只需要拉这个动作 然后它就会来收紧 收紧以后 然后你就把这个顶端这个 可以调节的这个扭靠 我也不知道这个叫什么 就是小动靠 你把它直接拉下来 然后鞋 然后这个鞋带就起紧了 然后就可以把你脚 很好包裹住 之前出了几双Shield系列的跑鞋 都应用了类似的鞋带系统 然后在那些跑鞋款中 它的前面会有一个 比如说钩 会有一个可能鞋带 什么东西 然后让你用来把这个鞋带的顶端 它有一个扣 有一个小钩 然后让你勾在这个上面 然后从而你鞋带在 你运动过程中就不会松 那在这双鞋上 前面没有这个钩 没有这个钩 只能把这个钩 勾到它最前面的这个鞋带上 这么这样勾上去 至少在它的官方图片上 它的这个鞋带是怎么着勾起来的 但是这个这么勾的问题 就是说它这很长 然后所以你这个鞋带很容易就松掉了 松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非常夸张 就是五步之内 这个鞋带就松掉 天天又很冷 我又不想说停下来去琢磨 它应该有什么更好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就忍着这个一双 穿着一双不跟脚的鞋 踢踢踏踏踏的跑了 回来我就想说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次穿了对这个鞋失望以后 我又不想直接把它退掉 我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办法来解决 鞋带松的这个问题 那我解决的办法就把这个鞋带从 它最前面这个部分的底下穿过去 穿过去以后 然后我把它使劲拉回来 拉回来 给它挂到那个就是那个鞋领口 就是那个鞋舌头 就最上边这个鞋带截到这个上面 可见这个不是特好挂 因为它那个反正这个鞋带的系统有点 就这么着挂上去 这么着挂上去 因为有了一个折叠以后呢 基本上之前我说的鞋带松开的问题 就可以解决了 但是因为我是给它穿过去 然后我冬天在外面戴着手套 调节松紧 调节起来非常的不方便 这套鞋带系统就可能背离了它的初衷 我理解它的初衷就是让鞋带变得很快 而且在冬天你戴着手套不方便调整鞋带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小小的扭来直接调节它的松紧 那现在正是因为这个设计 所以让这个鞋调节鞋带是方便了 但是我也不可能跑五步就停下来调整一下 其实在冬天如果有一套可靠的靠谱的鞋带的话 其实你是不需要在户外戴着手套对它进行调整的 那从我们使用的场景就可以发现你只要在家里面 或者你在健身房 总之你在室内你把这个鞋带系好 你跑出去到跑回来 这个过程中鞋带基本上是不会开的 你也就不涉及到你需要戴手套调整它的这么一个场景 我希望耐克的技术人员能在之后找到一个 可以让这个鞋带记得又紧又好又方便 还不会松的这么一套系统来应用到这个之后的鞋款之上 好了今天的对比测试到这里就结束了 好吧就这样吧 拜拜我们下次见